我的父亲母亲都是非常非常喜欢哈林老师的音乐 然后也影响着我 然后我也经常听 所以她也是你的一个偶像 当然也是我妈妈我父亲也非常非常崇拜她 对然后好声音给了我这样一次 能够非常近距离接触哈林老师这样的机会 你跟哈林之后就有绯闻很快的 就是看到那个报道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是怎样 第一个反应的时候 我真的是 就是其实是蛮冷笑的 就是我觉得就跟我想的一样 因为因为这个比赛是很火爆很很红的 然后中间不光是我和哈林老师 还有其他职员的一些其实可以说都是凭空而出的 所以我当时就给自己打好了预防针 我有的时候通过自己就是去看这个行业 可能有一些东西可能记者也需要报一些 因为大家方便大众会看了很想看的东西 所以我给予很大的我觉得值得理解 我觉得也没什么 而且而且我觉得 嗯我只在乎哈林老师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觉得哈林老师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应该应该没什么 我只是怕影响了我和老师之间的这种师生的这种关系 对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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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